才知道 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饮品 它们的种类千差万别 味道千奇百怪 并且都有一个让人傻傻分不清楚的名字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生活中的那些饮品都是什么 茶 把茶树的叶子揪下来 再经过一系列的工具 这些叶子就变成了茶叶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序就是 发酵 茶叶中的茶多酚在煤和氧气的作用下 变成了茶黄素 茶红素 以及茶褐素等物质 人们根据茶叶发酵程度的不同 把茶叶分成六大类 不发酵直接烘干 最大程度保留叶子原味的 叫做绿茶 稍微发酵一点点的 有白茶和黄茶 发酵到一半的叫青茶 也叫乌龙茶 几乎完全发酵的叫红茶 也有更会玩的 先把茶叶加工成绿茶 再撒上水 让茶叶在湿热的环境中完全发酵 这样制成的茶叶叫做黑茶 当然以上这六个只是大的分类 每种茶叶根据自身的茶树品种 生产地域 加工方式 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名字 想仔细看的朋友请自行暂停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 咖啡 把咖啡豆从树上摘下来 经过一系列的工具 最终就会做成咖啡粉 把咖啡粉和水混合 做出一小份又苦又香的浓缩咖啡 意大利人喜欢直接喝这种小份的浓缩咖啡 所以这种咖啡又叫意识咖啡 美国人觉得这样喝太浓了 所以就兑上大半杯水 叫美式咖啡 当然你也可以不对水 改兑牛奶 那就叫咖啡拿铁 少兑点牛奶 再盖上一层奶泡 就叫卡布奇诺 既不对水也不对奶 而是直接盖上一层奶泡 就叫马其朵 还有更会玩的 把咖啡 牛奶 巧克力浆 兑在一起 再盖上一层鲜奶油 就叫摩卡 想仔细看的朋友请自行暂停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 啤酒 以麦芽为原料 浮以啤酒花 在酱母菌的发酵作用下 酿制出的就是啤酒 把麦芽烤得焦一点 就可以酿出颜色比较深的黑皮 在酿制完成以后 经过高温杀菌的啤酒叫熟皮 不经过高温杀菌的叫生皮或者鲜皮 生皮保留了更多鲜美的风味 但是保质期比较短 一般只在酒厂周边的地区收买 所以还有更会玩的 利用特殊的工艺 过滤掉生皮中的杂质和微生物 在保持原有新鲜口味的同时 想仔细看的朋友请自行暂停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 红酒 用红葡萄带皮发酵 酿制出的红色葡萄酒就是红葡萄酒 用白葡萄或者红葡萄的白色果肉发酵 酿出的淡金黄的葡萄酒 就是白葡萄酒 如果葡萄中的糖分完全发酵转化成酒精 一点甜味也没有 那就是干白或者干红 也就是干葡萄酒 而那些没完全发酵的 根据剩余糖分的多少 分为半干葡萄酒 半甜葡萄酒和甜葡萄酒 还有更会玩的 网酿好的葡萄酒里面再一次加入糖和酵母 密封在瓶中二次发酵 这样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就会溶解在酒液中 这种在喝的时候会产生细小气泡的葡萄酒 就叫做起泡葡萄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只有在法国香槟地区生产的起泡葡萄酒 才能叫香槟 裂酒 在正常的发酵过程中 酵母菌产生的酒精会反过来抑制酵母的生长 所以单靠发酵酿出的酒的酒精度很难达到20以上 只有把这些酒进一步蒸留 才能造出度数更高的烈酒 世界上公认的有六大蒸留酒 他们的制造原理和制造工艺也各不相同 以各种粮食古物为原料 先做出蒸留酒 再把蒸留酒放入橡母桶中沉酿 吸收一些橡母的芳香 就成了威士忌 用碳吸附蒸留酒中的杂质 获得更纯的酒精 就成了福特加 加入杜松籽等各种香料 调配一下 就成了金酒 或者叫杜松籽酒 以甘蔗为原料 做成的蒸留酒叫做朗姆酒 以葡萄为原料做出蒸留酒 再放到橡母桶中沉酿 就成了白兰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只有法国甘义地区出产的 才能被称为甘义白兰蒂 这种酒还会依据品质化分等级 其中最顶级的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XO 当然也有更会玩的 以粮食古物作为原料 先利用驱酶菌 将古物中的淀粉转化成糖 再利用酵母菌 让糖发酵产生酒精 由于驱酶在工作的时候 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副产物 这就让最后蒸留出的酒 有非常丰富的味觉体验 这种酒就是中国的白酒 到这里 各种饮品的讲解就告一段落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 在某处汇集 在手艺人的手中 或者轰鸣的机器里面彼此融合 碰撞出的各种奇妙化学反应 让水不再寡淡无味 微信关注才知道 总比别人先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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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